看看湖人的第一攻啊 今天可能这个开球比较早 球迷好多都没进场呢 来 看看沃克的三分 叶掩护之后 山姆斯领球到沃克这边 不敢上来 不停试一个 好球啊 湖人两季三分命中 这个手感起码比上一场 他的重点啊 就是冲框 山姆斯呢 就投一个土巴茨 封不上来 又为啥过去了 你看到吗 又蹲坑去了 然后只要投进 他就是威胁 山姆斯面对莫里斯 杀进来之后 面对着防守 还是能够上进 纳德外线是一个三分球 怎么样 还是没有 两次三分出手都没进 上球 戴维斯篮下扣进之后 双方打平 这个可 莱昂大德出来了 莱昂大德啊 掩护 往里走 跟进的戴维斯 顺势的扎篮 这个打拆是挺漂亮的 听见多听 他今天带着麦子 确实呢 贝弗利的到来啊 别的不说 起码是给胡仁带来了很多活力 就是看胡仁的防守能不能一块 不要好一阵坏一阵 戴维斯啊 眼睛来之后两分有效 听上这犯规 你看 这样用蛮力啊 他这个二加一就没了 就是罚了 犯规了 一犯规就罚仇 戴维斯 输一点 漂亮 单手的批扣 一条龙 这球来的有点突然啊 戴维斯他很会抓时机啊 是 再来看一下啊 你看刚才这一下沃尔就不敢犯规了 暴威尔吧 对 暴威尔 暴威尔就不敢犯规了 是 第四节上来啊 双方可都摆出了这个小号 这个小 这就是小 诺姆斯 钉板 暴威尔小 今天暴威尔确实不顺啊 双方打无小 就往来下去 但是詹姆斯到那以后呢 球不过来也不行 哇 这钉板忘 咱会有同时做场下的时间 詹姆斯往里做挖头抹 反正没有大个口框 转身进来之后 轻松放进 这就是中风 中风打中风 对吧 但毕竟还是进攻球员有优势的啊 这条只来了 慢三步 被詹姆斯盖掉 反击的机会 看李福斯往天上一直车 朗尼沃克 心领神会 高光乐器之后把这个反超了啊 反超两分那 开轮路到教育